控制台控制元件 在我们的控制台里面 还很多可以设定的 也就是系统设定值里面 还有很多很多可以设定 我们介绍过外观 我们介绍过显示器亮度 法属也可以设定 你是左手左撇子还是右撇子 主要按钮左边 就是我们的食指在左边 然后你点这里就变成左撇子的 主要按钮在右边 就变成左撇子的滑鼠 滑鼠指标的速度你可以设定快慢 双击的速度可以设定 所以这里有很多很多的设定 可以给大家看 我们也可以控制蓝牙 也可以控制滑鼠 在 有太多太多的设定 你可以试看 如果你要设定印表机 就点选印表机 增加印表机就可以 加入印表机就可以 连手写版也都支援了 所以我们新北市教育作业系统里面 的系统 是相当相当不错的一个系统 在系统设定值里面 所有的设定都在这里 记得只要调整我们这台电脑 如果你想到说我什么东西 好像设定跑掉了 记得就是来哪里 系统设定值来找 找到之后去来调你自己的 看你哪一个是你需要的 刚才的时间与日期也在这里 使用者帐号的调整 我要改密码 在这里 改个人的密码 在这里 你可以解除锁定之后再来改 那你也可以在选单列显示我登录的名称 看这边有一个teacher 因为我现在是老师 勾掉teacher就不见了 所以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些设定 记得要设定东西就是找哪里 找控制台就是我们的系统设定值 系统设定值可以在我们的快速启动栏 或者我们叫teacher里面 这里也可以在右上方有一个 齿轮的按钮里面有一个系统设定值 这两个方式都可以